好,OK,我們來繼續看這個立體 我們剛剛停在這個了 講完這個 這個PotoWord的Resonate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立體5.6 5.6 好,那5.6他要這個 他要Trabyshift的Bandpad Filter 然後是N等於30.5dB Recode 好,那老樣子我們一樣是先查表 所以第一波一定是先查表 那查表給我們的G1 是1.5963 G2 G5 是1.0967 那G3會跟G1一樣 OK 那接下來 我們要踢算他的那個 Impedance Impedance 那我們說呢 每一段LC Resonate 都可以用那個 硬碟的SHOM傳輸線 那他的Impedance 跟他的Table的Value有關係 所以第二個 第二波 我們就算他的那個 我們就算他的那個 Impedance Impedance 的Value就是 PiR0 Delta 所以4倍的G1 那我們的Delta 那我說他的那個 Delta Bandwidth Value是15% 那我們的Center Frequency 是2.5GHz OK 這樣應該就 都OK了 那我們有了這個 各級的G1 我們可以算各級的 一級的C 那這個 特別的話我們算好了 我們這個Z1 第一級的 是3.69 Ohm 第二級 這個跟第三級是一樣的 第二級是 5.37 Ohm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怎麼用這個 並聯的傳輸線 來把它打成 那 我們可以把它畫一下 我們實際上的 Builder 他們這件是距離是4分爛的 他的長度也是4分爛的 那只是說 他們的Z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們這一段 第一段的Z 就是我們剛剛計算的Z01 那第二段並聯的 是Z02 第三段並聯的 是Z03 OK 那中間這些都是Z0 這個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好嗎 那只是說 這個 這個 帶我畫一個模擬圖 模擬圖 他就大概長這個樣子 N的於3會走三下 然後他的Senter Frequency 2.5TB 這個就是Z01 OK 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蠻簡單的 只是說 你要知道說要換成這樣的Z啦 所以剛剛這個 導 有點長對不對 那我們再知道這個怎麼換之後 就其實 算是很簡單算 基本精神就是把 這個 並聯的 LC 換成四分難達的傳輸線 串聯的LC 換成四分之 難達的傳輸線 跟一段 這個 Shot stop 這樣應該是OK 你看到這個就好一點把想像成 好像是原本是這個樣子 是你原本的樣子 不是你原本的樣子 然後中間這個就換成 病聯的十分難 前面這個就是有一段 之後在病聯的十分難 這個是有一段的病聯的 這樣OK 應該不是太困難 好那我們就看 Filter的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實現的方式 沒地方寫啦 沒有寫在這個角落 BandTime Filter 有第三種實現方式 就是用這個 電容 串聯 傳輸片的方式來實現 OK 所以 他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樣子的方式來實現 好 我們來 解一下 这个比较好 这样才能 friendly 对吗 对 好 那我们回来想一想 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Bempest Builder的model 一开始就是有这个串联的 有并联的 然后不用说又串 whatever 我们先假设是这样的model 可是我们最一开始的这个Bempest Builder的model 好 那我们说这个串联的 可以把它变成并联 如果用这一格子的话 所以你可以把它形成这个样子 这有一个J J 然后变成这样 这边再有一个J 再变成这样 OK 所以这一开始我们想法就是 把这个 用 short stop 来替代 然后这个用J Inverter 来换 那我们刚才J Inverter 都是四分安打传出线 如果我们这时候改用 刚才的电容的model 如果说我们这边用电容的model 来换的话 可以把它再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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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成这个样子 我们给它一些标号 这样子比较容易区别 这是你原本第一个resonance 我们叫它L1 跟C1 所以L1 跟C1 都还在 那这是你中间的J Inverter 我们叫它C12 那这个就会是负的C12 这也是负的C12 这是你第二个resonance 我们叫它L2 C2 这是负的C23 这是C23 这是L3 这是L3 这是CE3 好 那今天我们不想用四分安打传出线来替代 当作J Inverter 我们用这个电容的model 来代表 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负的电容 可以跟旁边正的电容给比较掉 你不用真的把一个负的电容在这里 你只要让这个正的电容可以小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好像是变成一个新的resonance 这个新的resonance 它有一个L1 但是有一个C1' 那中间有一个C1 那这个是L2 C2' 就是C的 变小之后的电容 C2 3 L3 这个是C3' C3' OK 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电容的model 有一个很好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不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负电容摆在这里 不需要 我们这边还是摆正电容串接 对 我们可以从正电容串接 不一样的resonance 来达成变成变成效果 可以吗 我们基本的精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原本就是一个LC的resonance 然后它在 我们想要的频率是四分之大 那今天电容变小了一点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长度变短一点就可以 不要是四分之大 比它短一点就可以 OK 所以这个 最后的实现方式呢 跑不下去了 好 我最后实现方式 我们一样是一个LC的resonance 只是今天这个长度不再是四分之大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呢 它是串一个电容 然后这家伙在 再有一个并年的传输线 再串一个电容 再有一个并年的传输线 然后这边传输线的长度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前一个例子 对不对 我们在前一个例子 我们都是四分之大辣的传输线 我们调这边的Z 对不对 我们调这边的Z 这边的Z不会是Z0 最前一个上一节课 或是刚刚讲的那个Example 我们都是用 同样长度的四分之大辣的传输线 调整 这个东西的Evidence 就是它 这个Short Stop 长度是固定 Evidence可调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让它的Evidence 固定都是自己的 我们调整这个的长度 OK 这也可以 你不一定要调Z0 你也可以调Ev 好吧 都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 所以这个跟刚刚那个 有些不太一样 第一个 那边是用四分之大辣 当作这一个人 这边是用电容 当作这一个人 第二 那边是用固定长度的四分之大辣 可变的Z0 这边是用固定的Z0 可变的长度 不过你想它们都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 好吗 那课本就停在这 它把公式给一给 但是它并没有推倒 那我们也就不推倒 直接讲答案 好吧 那如果各位有 它有附那个Reference E嘛 想看的话都可以去看 好吧 好 那我就把这个 交起来 所以 像这个样子的话 它说前面跟后面 会再加一个电子 所以它会有一些编号 这第一个就是C01 C12 C23 那最后点点点点点点 那就有个CN N加1等等 好 那课本就直接给你公式 那说 诶 这个Z0 J01 会是更号Δ 4倍G1 分之1 那你中间的这些Component N N加1 都是πΔ 更号GN GN加1 倒数4 那你最后一个 D0 D0 大N 大N加1 更号 πΔ 4倍GN GN GN加1 好 总之你心里先有这样的model 心里先有这样的model 它就是 呃 show stock 然后串联电容 show stock串联电容 这样的一个model 那我们要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课本只有给你答案 那说 诶 我们只要知道各级的G 就这个是表 就查表 这说table 有了table的value 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真inverter 的value ok 有了table的value 就可以知道真inverter的value 那有了真inverter的value 就可以知道 电筒的value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没有推导的 我们就直接根据课本去写答案 好不好 如果各位想看推导的话 就去找他有没有reference 那我们今天只是 给公司各位可以拿来用 大概是怎么样 好 基本上这个设计是刚刚看过的嘛 就这一点有面把7是刚刚看过的 只是他最前面跟最后面 他 没有 他为了做影片的变换 他又再多加一个变换 反正他有一些特别设计的巧思 我们这边就 不多说好嘛 反正我们就说 诶 一开始查了表 你就知道J 知道J之后 你就知道C 那知道C之后呢 你就可以算他们的C块 接下来就算C块 这块就是你原本的C加上 你两边要给你剪的 好 那我说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中间capacitor 要放多大之后 诶 他旁边会有放腹的 然后要跟你原本的C做相削这个工作 所以你就知道你的stressinator 新的C块是多少 新的C块是多少 好 那我们跟他做相削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想他咧 我们跟他其实有 有讲过 对不对 如果说有一个 这个capacitor 这个 跟那个小小的 跟短短的 跟那个小小的 穿出线是能够提带的 对不对 我们第一节课讲的 这个电容啊 可以用一条很短的传出线来替代 如果那一条传出线的 是大的话 我们第一节课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在这里 我们今天想要有负的电脑 对不对 我们就把那一条传出线 变短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咧 我们就是βΔLn 等于Z0ωΔCn 好啊 这是我们第一节课讲的公式 好啊 这条传出线多长 跟他的C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咧 想要让有负的C 就是简单 把我们已经有的 公正器的长度 变短一点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真实的 这个长度 原本是2分之π 也就是4分之3 原本的长度是 波动位置 我们将要变短一点 有的是2分之π 加上Z0ω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这个市场 我们最后的 model长这个样子 它就是很多 short circuit transmission line 对不对 但他的长度 今天不是4分站 是4分站 还短一点点 这短一点点的原因 是我们想要创造出真影波 对不对 我们是有一个正C 负C 负C 对不对 这负C 跟正C跟负C 就会形成一个真影波 就可以把串 所以并联的 Transmission line stop 变成串联的Transmission line stop OK 那为了有一个负的 电容 我们就把这个长度变短一点 OK 所以这个变短的值啊 就跟那个电容的值是有关系的 就是从地底课讲的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就可以 就可以获得这个 Builder的效果 这样可以 那你看这个电路的话 你可以想说 诶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 这个并联的LC 它 这边就变成一个串联的LC 相对于是一个并联的LC 跟一个真影波 这边也是一样 是一个串联的LC 跟一个并 跟一个真影波特 OK 那真影波特 我们今天使用电容的方式来使用 啊 我把这样念念很多遍 应该是OK吧 唯一不太OK的 因为是你不知道这公司怎么来的 这两个你不知道怎么来的 那你这样能够接受这两个怎么来的 你就可以 什么都了解 好吗 一样有一个Esemple 5.7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hapter 最后一个Esemple 它是一个Campi Chef 然后 N等于30.5dB 好 我把工资也插掉 我们去看完 好 那我们的Center Frequency 是2.5MHz 那我们的Fational bandwidth 是10% 好 好 那第一步咧 我们一样先查表 对吧 先查表 那我们可以得到 N等于3要3接嘛 第一接是1.5963 第二接是1.096C 第三个跟第一个是一样 1.5963 第四个就是Low的 值一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算它的J 对 所以它的J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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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 跟 C01 是一樣的 那有了 C 勒 你就可以計算他的那個長度 那這兩個併在一起勒 就會變成 Delta C1 Delta C1 Delta C1 就負責 03652 你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那 Delta C2 是負的1.1512 Delta C3 是負的0.3652 一樣的 那這個C就會對照長度對吧 所以Delta由1 就會是0 負的0.0456 Delta由負 是 檔檔 負的0.0189 Delta由3 是負的0.456 濃 好 最後咧 你真實的長度咧 就會是他 L1咧 就會是 0.25濃打加他 1.25濃打加他咧 這邊就是73.6度 這邊是 83.2度 然後3咧 是73.6度 好 所以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把它畫出來 所以最後咧 這個立體 我們要有第一個 我們要有第一個 有一個C01 放在這裡 這是一個實際存在的電容 接下來咧 有一個 痾... show stop show stop的長度咧 是L1 那他的impedence是第一 接下來再走到一個C12 它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電容 然後咧 它會連接到L2長度的show stop 接下來是一個C23的一個電容 然後它會連接到另外一個 傳輸線 傳輸線是L3長度 最後是一個C34這樣的一個電容 這個就是 這一體的BandPass流程 長的樣子 所以 這個就是 你有電容 跟傳輸線 準備准用 行程的BandPass流程 好嗎 和我們一樣 他就會畫個圖一時一時 對 然後就是2.5 下來 我們是沒有10度這個 因為我們需要去買這些電容 這是Pico法拉 太小了 這是你買不到的 買不到 那怎麼辦 就會計畫 這是FENTO法拉 75.6 FENTO法拉 非常非常的小 這個 很好 很好實現 好嗎 這就是課本給的一個例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 重複唸了很多遍 看到這個應該有點感覺 好嗎 他基本上還是一個 一開始BandPass流程的樣子 就是有一個並聯的遊戲 跟串聯的遊戲 串聯的遊戲 串聯遊戲要搭配一個這個 這樣 看你想要搭配四分爛打的 這個 承受線 還是要搭配這個 電動的 MATRIX 好 那 遇過器都到這邊 那我們休息一下 下節課獎勵白白